丽琴怀孕也有六个月的时间了 今天带丽琴来拍一下视围 看一下宝宝五官啊 还有身体健康情况怎么样 说好的 不多人生育啊 结果我们从早上九点钟一直排队 排到现在十二点多 别人都下班了都走完了 我们才刚刚搞定 我们来的时候全部都坐满了人 是不是全部都通了 包括停车场里面啊 全部都是塞的满满当当的 这个不是我的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你找我干嘛 不是 我意思是不知道 刚刚电脏上显示的 是不是照的是我肚子里面的 还是别人的 刚才吓我一跳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 我说那他像不像我 看起来 看起来有点像你 因为昂姑比较像我 对啊 我们以前也看过昂姑的四围 一模一样 等下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小宝宝了 你觉得是男孩还是女孩 啊好像你啊 啊 一模一样 哈哈哈 是不是 对 特别是那个嘴巴 嗯 一点都不像我 鼻子 你看 你看 还有这个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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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哪 哈哈哈 完美复刻 啊给你看给你看 给你看 哦 弟弟 对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我跟你讲 对 弟弟 医生怎么说健康吗 没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不像你了 一个母子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在立琴怀孕之前 一个月我就梦到一个小男孩 后来也是一直做梦 都是梦到小男孩 立琴又梦到了一条蛇 不准的 那个不准的 还是要生出来你的准的 你不是做了一下试验吗 就是拿酒精啊 尿尿在上面啊 也是不准的 就是玩乐一下看一下 但是我有很强烈的预感 应该是弟弟 超像鸿鸡的这个 哈哈哈 就看能不能完美的 让我圆一下 有儿有女的梦了 这是谁 这是弟弟还是妹妹 这个下巴真的跟我一模一样 嘴巴也跟你的一样 嘴巴也一样 嘴巴也一样 叫爸爸拿 要爸爸拿 爸爸拿 不要 吵枪啊 吵枪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得懂吗 好认真啊 做姐姐的 小家伙睡着了 到家咯 其实四围还是 跟生出来的样子很像 是 就刚拍到 安姑四围的时候 立琴就哭了 太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结果生下来 其实还好吧 它削了肿之后就好看了 对 四围的话是比较丑的 再给我看一下小家伙的 那张纸呢 它以后肯定会越长越顺眼的 这个 你看 鼻孔 鼻子超大超宽 像鸿鸡的 它有水吗 有那个羊水泡开了吗 哈哈哈哈 那个眼窝也是很深的 嘴巴也是像鸿鸡的 啊 反正整个人 我还没有看到单子的时候 我就看 撒了一眼那个电脑上面 我就看 那个人长得很像鸿鸡 哈哈哈哈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我说 我第一下我就懵了 我说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不是我的 我不说这是谁的 我的意思是不是上一个人 力气 我们种的那些草莓 有一颗已经开始结草莓了 真的吗 真的 你看到怎么告诉我 我昨天我就看到了 我忘了 你看我们种了三十颗左右 这里才种了两三颗 就达了这么多 五六颗吧 五六颗 后面直接不是繁殖出来的吗 不是 你看 全是草莓啊 其实这东西 只要它长起来的话 根本就吃不完 但是 这里还有两个正在来 那天我看到有好几个那种 爷爷楼子啊 被那个蜗牛给吃掉了 对蜗牛那坏东西要吃草莓的 这颗差不多了 不过这颗就是被蜗牛吃坏了 你看 我感觉第二个宝宝最好是一个弟弟 因为如果是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长得那个样长相不太好看 对啊 就是太雄心化了一点 那个鼻子又这么大 鼻子太宽了 鼻孔太大了 哎呦 你起来了 你不要吵他 走 等一下我们没得睡了 现在已经是六个月了 有的网友说你马上就要生了感觉 那个肚子非常大 根本就不像六个月的 是 好累啊 因为感觉比一胎吃力很多 当然了 上年记得是这样 哈哈 哪里会又不是很大 是27岁 是上面写虽然是27岁 但我感觉 有点那种高龄产妇的感觉了 没有没有 我不是带霜以后是真的有点吃力了 有点 是吃力的你不要这样说 那不要说出来 可能是 可能是工夫产没有恢复好了 我感觉我的苹果之前还按部的时候 是圆的嘛 现在感觉跟 苹果的那里不是有个地吗 对 凹下去一块那种 对对对 那肚子就跟苹果一样的 真的要趁年轻啊 能生的话还是要早点生 未来时间来多一点 我是这样想的 呃 要带的话就两个一起带大的 辛苦就一起辛苦了 反正注定了嘛 不可能光生一个小孩 我就想着不想要 呃 带到五六年大的 然后又再重来一次 又又重新痛苦一次 要把这个痛苦的时间拉了很长 对 要么就自信痛苦够吧 嗯 呃 之前的那些怀孕套装 现在也还能用 也不至于浪费 对啊 就一些妇女店啊之类的 要重新补的 我们房间啊啥的都给阿台准备好了 但我感觉他没那么容易住过来吧 至少要五六岁吧 嗯 肯定啊 分床的时候没那么快 我伯伯还想着说 哎我们好像 嗯 没有很多位置 就是放那个两个小孩的那个 学习桌 小朋友的其实是够的 你看这个啊 我放电脑了 对啊 以后我就 你以后这肯定要搬出来了 对啊 你搬去哪 以后再说嘛 对啊 而且 这上昂姑是这个房间啊 他这里有个学习桌 这个房间太小了 感觉没地方放 嗯 我们也在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女孩子嘛 她比较注重隐私性 像这家的话就两边都 两边能进出 对就感觉不太好的隐私 嗯 他等他们长大了的猜拳吧 谁住这里 谁住那里 对吧 不一定 到时候这里有人住进来 嗯 肯定是那个门就不经常打开 那采光就没那么好了 空气也没那么流通啊 嗯 对吧 到时候看他们选择 这个是给阿胎的 现在床垫的下面 这些纸都还没有拆 拆了的话 比较大的灰尘嘛 过来吧 立琴 我们把 今年总结一下 这个巷子是六寸的 但我觉得应该要五寸的 会比较好一点 打出来的照片 如果没有用相框框起来的话 感觉又放在那里压灰 一样 还是 要用也要赶紧用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巷子太小了 要六寸的会框起来比较好看 一样的呢 五寸的吧 搞错了 对我们来说 拿来做纪念啊啥的就OK了 好多朋友啊 之前 叫我在车里面 多备一点 小家伙的照片嘛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阿胎 叫我们打多一点出来 下次卖货的时候 可以一起骑过去 这样吗 对啊 当做礼品啊 好多人很喜欢啊 我也在想要不要 如果大家想要这种照片的话 哦 在下面留言吧 下次我给你们寄过去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很好 如果 嗯 不是特别喜欢 安姑的话 嗯 就算送出去了 别人不珍惜 感觉 就当当初放在那儿啥的 我觉得也不太不太吉利了 嗯 对啊 是 这也是要考虑 也不是所有人 就跟父母一样 这么喜爱自己的孩子的 哈哈 以前没有看到二宝的四围照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期待的 因为我觉得 已经生过一个了 已经生过一个了 没有第一胎那么期待 但是二胎的时候 看到四围照 觉得这个不一样 这个长得不是跟我一样的 明明就是 同一对父母的 但是他们的长相就是很明显 一个长得像我 一个长得像母鸡 哪个像是利息 这个是安姑的 这个是二宝的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嗯 你看这个下巴跟嘴巴 这个鼻子 眼睛 这个眼睛 那个 好深啊 跟我小时候的脸型也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安姑 她现在睡觉的时候也还是这个嘴巴 对 就没有下巴了 我的有下巴 洗照片洗照片 要什么给我 我觉得好神奇啊 就是 感觉好像看的是 我俩 在肚子里面的四围照一样 这个就是我 这个就是洪基 家里面有巷子还是 真挺好的 可以自己打印照片 哎呀 好喜欢呀 虽然说你老是说我老打你们的丑照 但我觉得这些照片其实 真的不丑很真实 很真实好吧 慢慢弄吧 反正还有几千张 在在仓库里面囤着 安姑跟雷炸了一样 没问题啊 很可爱啊 你在上厕所 哈哈哈哈 长大后给她看 这这才叫生活吗 你像这种摆拍的 还有一些专门拍出来的 真的不像是生活 好了 现在喜欢我们视频 请关注摩 拜拜